Hello 歡迎大家回來堅仔纜馬精選節目時間 我是波仔 身邊就是我好拍檔麻燒燒 聖誕快車終於開到你一個菊草的夜菜老婆跑八場了 是呀 星期五跑這個菊草夜菜 我接觸了賽馬這麼多年 就似乎少一點 現在應該都儲齊了 一二三四五六日跑馬應該都差不多都可以儲齊了 星期五是Happy Wednesday,Happy Friday 試一下 大家能夠適應到頻密的賽期來 我昨天已經忘記了星期幾了 是呀 我也是 昨天以為是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一 完全是同一個感覺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多點來密手 雖然長線不太多 希望儘量找到好碼給大家 也謝謝有位觀眾留言 譚先生應該是沒有看錯的 跟著我們上次南馬精選的四隻提供裡面 買了四川六和四川五的位置都相當好分 是呀 播過你的中環大進就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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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到第三 蟬盛寶區的結果都真的跟蟬盛輝王一起出擊 兩隻都表現不錯 還有一隻是 全程路通就沒有出車 是的 唯一是那隻 搞到現在我的心率都不知道正不正常 就是阿丁師傅 又是 今季跟阿丁師傅都沒有什麼緣分 沒有什麼緣分 看來要跟他擱一擱一擱 希望 還有一位朋友 說是跟了你的全程路通 買了重屁 那多謝支持 先說回昨天的賽事 昨天的賽事就是泥草混合日賽 就是了 泥地裡面 又是好像之前那樣 12月3號那天 又是跑跑的時間 要坐下水車或者地 趕快一點的時間 那麼後面的第六場 都是放在前面很著數 轉式操作一放到底 其實兩法寬騰那場 整體上都是利一點點前置的 嗯 草地方面呢 直路賽 似乎比較平均一點 例如水晶酒杯 就近觀眾席 中環晶健康快車 就走近電搬機的路段 去到第九場了 不過如果兩者是比 我稍稍覺得 近觀眾席的路段 可能是六四支比 是差一點的 嗯 就是有一隻 本來跟進碼就選一隻佳爾馬 但我相信 你看到時候 我也看到 這個大眾的跟進碼 因為都夾得挺重要的 回到來 我想相信潘頓 就不要強勁 這隻九百多磅的自購碼了 純粹跟回來 但是都追得不錯的 這隻也下次 細成熱滿的了 選了一隻 就是頭場 在黎地賽事 友誼之佳 這隻 經常都好像身肥肥的 好像需要多跑一點的馬 會不會 是啊 但因為它之前的腳 又有一點點問題 嗯 出賽頻率又不太正常 所以經常都跑來跑去 都捱不起 狀態 對 那它以往都好像真的比較熱身 比較好一點的 為什麼會選擇跟進碼呢 這一場馬 看到頭五名裡面 創其積 最多寬小 威望世界騰王 沿途都是尾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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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的 看回段速度又不是特別快 但它的圖案 挺利後尚的 中華威望是跑慣一隻 就是前置放頭馬來的 它不是坐在空間 直到直路鬥爆的那些馬來的 所以它跑到第四 它也很聰明的 但是友誼之佳呢 昨天我想了很久 為什麼這次有谷草千二萬一 星期三 有隻飛躍海船可以報 就是它可以報到這場 飛躍海船也交代了 友誼之佳也沒有交代 我就最後 就是 扔著它一直 最後回想就是 可能還是飛躍海船 承著它的勇態 沒錯 再捏一場 對 友誼之佳可能還是肥仔一點 未算很十足狀態 但是其實昨天 都算是幾快 跟在前面 看來 跑多兩歲 馬的狀態有機會提升 入到直路 梁家俊也不斷去吹拆它 看來都可能想用它的眼睛 去散一散一散馬 也不一定 看之後偉大怎樣部署 也可以看飛躍海船 如果真的贏了的話 或者怎樣也好 看看下次是否要倒回 友誼之佳跑 這個谷草千二 好了 在買名字裡面 旁邊做一個 爛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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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這場馬又是 它有一點前置 是虧了一些捕捉 捕捉 捕捉就是這個位置 受害者 也這個路程 它應該不是最佳路程 就破三鋪了 雖然它有些追勁 但是始終還沒有入位 就當它是差一點 這一場三鋪馬 亦都說 頭佔包含大局 模式不利放 所以它前置回來 跑第六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這裡可以抹下 開分出賽提醒 處轉它 看看偉達之後 可不可以很帥氣 又可以拉一下頭馬 偉達 偉達 之前也不是之前 其實它一直都有一些頭馬 加了出來 剛剛就有一隻量化寬騰 嘩 這隻真的被它 找到出神日化 有時候 爆到99倍的大冷門 可能當時只有四五成馬 它都爆到冷門 是真的有些質地 之後是沉一旗的 但是現在好像是提款機 贏不到它都沒有獎金 可以自己養自己 之餘 銀行戶口 也不是只有蜜道朗 有增長 這個馬主也有增長 希望下一隻都可以 即是年計百歲 但是應該盡量跑 如果下午有新馬 繼續會 希望拿到好成績 也想再提多一提 全人指揮上一次 做節目的時候 選擇了跟著馬 其實昨天它也跑得不錯 不過有朋友就說 你這隻跟著馬 全人指揮 這次我也有拖 我說是 看得到四連環 四重槌有二馬一千六 真的 原來這麼好分 我想這場是熱門的格局 沒有想過這麼好分 不過這隻全人指揮 我相信 很快就已經可以打息了 是的 這個誠好運 我看你也是 試襲美馬的大題 你也刺算 金榜提名 這條Q是手道拿來的 不過最後都落飛 其實大家都看到 也不單止是我們的 十倍都不錯 好了 回顧完之後 接著就要展望一下 這次谷草的賽節 不過 頭場呢 二千二百米 你也很厲害 是啊 這場其實是季樂首次跑五班的二千二百米 那有些馬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很長途馬 但是其實有些馬 根本是跑一千八都嚴短的 那六號的赤子龍心 就是其中一隻 他就真的 我想其實如果香港有三千米 他都應該到的 但是 是一個報名跑 是啊 他一定可以馬上舉手 但是最長 就能跑到谷草二千二 薩田最準是只跑到二千 那今季呢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成績一般 跑八場 得長 超快步速的 一六五零 是可以憑著氣量 可以入到Q 那起碼證明這隻馬 來到 快到六歲 戰鬥力其實沒有太大的退化 那 上季 如果看回他在谷草二千二 當時 背著一百三十 等一下 同情 同情 抱歉 手快按錯了 背著一百三十一磅 那也是跟一些 輸給一隻很高班底的存在 但是在贏一隻神州飛驅 和飛來勁 都是今季已經很造影 交到頭馬 所以這隻赤子龍心 跑二千二 其實他的分數是值五班頂的 那今季沒有合適的路程了 一路跑進狀態 一路減分 不覺不覺已經減到二十八分了 那麼他這個分呢 剛剛我們看這場和全賽 即是說不定全賽這一場已經低了八分 甚至乎 比起他之前的贏馬評分去比較 都低了三分 那麼現在再遇上薄外之光 剛剛下班也是同場 他的榜是有一個明顯的優勢 所以這隻赤子龍心 這次我都 重點是推介這一隻的長途馬 董明朗和方仔 貴來也有合作交修 九秒九 都被滿多福 看看要哪一場的滿多福 不要剛剛那場的滿多福 那就真是氣死人了 但是赤子龍心在這裡棄糧不成而問 那麼之後到你了 人王沒有幾何 沒錯 幾打都倒了 波哥 沒錯 說的是希威森加蓉天盤 希威森昨天三隻手指弓 差點他成為另一個OK哥 那麼這場馬力 我相信紅色的都能勇士 其實也是厲害的 近幾場都是反趨勢入位的 一檔潘頓應該都是熱到勒手 那我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 我覺得他怕出水準 應該是贏和馬膽來的 但是呢 簡直是冷卻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放進來 十二馬閃耀張神 那這匹馬呢 其實如果你看看這個血統方面 蘇耀兵的指字呢 應該都不是真的跑那麼短的 似乎馬防都不太過吹逼他 看回很多馬 譬如二郎 就是順可乘生的指字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一隻短途的馬 嗯 那翻部也比較慢 所以一直之前呢 那些跑短途呢 都不太理會他 但是他時不時都可以入到位 那就是起碼呢 這一匹馬 未至於完全是不會跑 嘩 上一次呢 把導演欣上去呢 好像完全是沒有走勢 但是這一場呢 228的斷速呢 雖然呢 是叫做前慢後快 就是前快後慢 應該這麼說 但是馬群呢 拉得挺散下的 不是那麼容易 從後面追上來的 所以呢 這一場的主要那個 模式呢 都是前二馬比較好 也都呢 可以給一點藉口 這一筆的展開將神當中 不過賽前呢 也都是 雖然 他那些 就是操練 如果可以 嘩嘩嘩 嘩嘩 如果操練再壓迫多一點 就更加開心 但是呢 有時候就不能夠說太過完整 因為呢 下班之前呢 我博他有個內蕩 再看一看這一組馬呢 其實 不是說太多 前置馬 因為很多呢 就是 需要留後的 比如美利攻略啦 超郎中的口又不是那麼好 可能都在外黨裡面要入 那 戴登殿多數會留後的 和寶寶這次怎麼跑呢 還沒猜到 但是我估計都可能會盡量上前 你說 是不是特別很快的馬匹呢 未至於太多 可能超鍵寶寶會放頭 如果閃的將神 這個四黨呢 以千二 他曾經可以擺到中置位呢 有機會放得一個好的形勢 那C加三呢 都可能是先省 腳程 直路移出去中黨 看看有沒有機會賺到這個 是相信他這次 可能有個內檔 還有加上這個 變數 所以我就補一補這隻閃耀掌神 好 那到我了 波哥你看來 看了太多視習靚馬匹 為什麼呢 那就起了痰 真的 這陣子吃得太多蠟雜的東西 好 又到我了 第四場 四百六五零米 這隻焦點我都不是第一次去品題的了 那麼 跑完三場 沙田 泥地 和谷草之後呢 試盡了之後 轉了馬房 那麼 由呂建威那裏 轉了去Michael那裏 去了鄭俊偉馬房 其實他在外地呢 已經是贏了一千六米的了 看回海外賽職 來香港之前呢 已經是贏了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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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當時一直走著三四疊 望空來贏的 當時我也覺得 哇 以為撿到筍物 但是他三場都跑一場一場一場 所以真的 不是我沒有耐性 馬房子也沒有這麼好的耐性 那麼 就馬上轉了去Michael那裏 承接著操練 那麼我就看回神操紀錄 那麼很早已經是拍完草集之後呢 跳了幾課呢 就試多一個千六米的那個閘 接著來到 之後呢 也都是下了課草地的 那麼我也有看過那個草地呢 其實都走得幾 就是開了一些步是幾順暢的 那麼因為以往這隻馬呢 都會比較急口一點點 那麼他是承接到一個進度的 那麼這次呢 再排一個好檔 那麼 爬回正確的路程 這個分呢 我覺得是有一點好處的 就是這隻自購馬呢 都減了十幾分呢 其實如果你說以回他在澳洲 一直走歐巴 都贏到那一場的千六米賽事呢 在四班 我相信什麼中磅呢 不會沒有馬贏的 排那個檔也理想啦 所以 我再跟著他一局 看看會不會可以 散明到一個招牌先 那麼也都呢 可以少少問題啦 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的了 就是呢 這個馬房間有一點呢 那麼剛才啊 蕭公子也說了 轉了馬房的嘛 嗯 那麼大家有時候呢 可能就是 一時醒一下 什麼時候轉的呢 那麼都可以呢 開回左下角這個月曆 彈出來 那麼在缺火那裡呢 其實彈回來呢 都是可以 收回幾時幾日呢 去轉馬房的 那就是有時候想知道一下 那也都可以用回這個功能啦 嗯 好了 那麼選完了第四場抽的焦點之後呢 接著就去到第六場了 第六場呢 四班千二米 那就是呢 我們兩個呢 都有一個很好的優點的 就是呢 這個長程 哈哈 台轉一 就是呢 就是 有時候的馬呢 再跟多一次 就是十號馬保安威 那麼我覺得這匹馬呢 在這個分數呢 沒有 應該都有些的 叫做 競爭能力的 那麼佳欣呢 他就首先是出自這個的 強組啦 零四四啦 那組其實都追得很好啦 其實不止一場 上季尾八三一啦 追橡核進行星啊 很早的時間啦 七月三個其實 就是 經常性是交到一個 不錯的追勢的 上一場都很好啊 其實上一場都不錯的啦 那麼找一下八米高 我心想 哇真是 就是 雖然說 不是太多座騎而已 那都要答應你 嗯 可能在八米高的心目中呢 就是 哇都好啊 試一下場地都好啊 都不定的 這樣 但是 看回這一場呢 就是上一次 介紹中環大進 都有講過的啦 那麼就順便看看片 保安威呢 當時呢 就排著這個 七檔起步的 啊 黃黃地色衣 那麼有個藍眼罩 其實呢 他早段呢 呃 少少定得慢了啦 那麼 但是這場馬呢 就 然後 現在尾二的年年歡呼 就是追蹤 跑第二啦 贏的大數據擺前的 那年八十也是擺前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對少少中至後上馬呢 其實 不是說太過有這個優勢 結果呢 連連歡呼這場第二之後呢 接著很快就已經保重了 去到三班呢 就 可能就 相隔日子太短了 就是 剛剛昨晚輸了啦 今天 好了 找回保安威呢 現在大約在最後六位置裡的 那麼 進入直路的時間呢 好了 他呢 在一隻連連歡呼中環大 中環大將在裡面 就在阻止了 他就在他旁邊 其實這裡都不是很望到空的 好了 最後二百九十米 開始莫空衝呢 他又有少許來閃啊 就是馬呢 就用走規不是那麼好的 那麼 我貪他一樣是什麼呢 就是這次轉過來 谷草呢 真的對手又再減弱一點 而他這次試 就是在跑這一場的田祖之前 他試了一個谷集的 當時就是霍雲星去試的 那麼 大家都可以看完這一課集 我就留下兩條片 是這隻馬來播的 好了 那麼 當時就試了一課集 就是在這個 中後位置 三號仔那隻 也就是了 看看他轉急彎的時間 進到直路 那個表現如何 那麼 前面呢 放頭呢 就是這個時間簿 然後你知我拼 其實不是那麼好追 喜勝威龍呢 都是第三位的 其實市集都有泛萬寶速之分 就是為什麼四起了 回來好像沒什麼 就是原來他跟手道再來 跟急了 回來不斷就好了 好了 進到直路 其實說了兩個 他已經轉了腳 你看到安常 其實霍雲星 他也不是蹲得很低 都是跌高的屁股 跌高的屁股 跌高的屁股 都自己追上來 這一課 不過呢 就起碼看到一隻馬 他對於谷草的急彎摘場 沒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 不喜歡的那種 嗯 所以我覺得呢 這一課集呢 都已經有兩手準備了 再看同父馬呢 其實都是在香港呢 是可以跑谷草 是可以上到名的 我一下子就 沒有什麼低的名字 我先找一下 其實都是幾隻 那隻姚本輝 澳遊天下 好 看一下那個 是的 澳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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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上到名的 即是一轉過來谷草 即是一上名的 之後就退役而已 所以呢 我覺得這次過來呢 對手比較偏弱了呢 就有些的 變數 我再看看 那隻馬有雲 是馬有雲 即是谷草爆冷門那隻 所以起碼都不適應谷草 這次排了二檔 希望呢 就有些的 就先省了腳程 所以 搏一搏這隻的保安威 這隻 我也是曾經考慮過 希望你和阿丁師傅的緣分 就沒有我那麼慘 其實他今年的上面 很多人都跟他不太合 好了 但是這隻真的 由在那些 強組的田擾千四 轉過來拆組的谷草千二 那真的是 完全是兩個世界 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剛才不知道為什麼 彈走了那個網頁 所以說說一下 為什麼不見了呢 好了 那麼重複一下 今次我們的心水 好了 馬燒燒第一場 就選了六號的赤子紅心 然後波仔就選了第三場 十二號的閃妙將神 馬燒燒再選了第四場 再追多一次 七號的焦點 我也再追多一次 六場 十號保安威 好了 那麼四隻的心碎 就講完之後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波仔的試襲靚馬 和小弟的神操勇馬的話 那麼在YouTube 現在就已經是看不到的了 要請而欲報 那就不用你走來走去 是 在堅仔賽馬APP 右上角的節目那個icon 就可以看完我們的所有的節目 包括了這條片的難馬精選 另外這個 試襲靚馬 神操勇馬 都可以一次去看完 也有不同的 也有蕭公子其他的文章等等 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場 所有功能都是免費給大家去使用 大家免費下載 你的手機平板電腦上面 就可以試玩一下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致電 55361016這個電話 去查詢年月日費 除了這個節目之外 也可以推介 有小弟和波仔 所有長次 的文字馬平 還有其他行家 還有當然資深的練馬師 黃登平 都有幫我們讚寫這個馬平 所以 在堅仔賽馬APP裡面 希望總有一種東西可以幫到大家刨馬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更加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一起使用 好了 如果大家在Youtube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也要給個like 要讚好 不是 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好了 快車呢 還有 然後洗到元旦賽日 我們下次的堅仔濫馬精選 再跟大家聊 好了 那星期六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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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